中国内地的一名女演员,她出生于北京,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,出道以后多个作品获得大众的热捧。 最近,电视剧《美好生活》热播中,瞬间很多人被圈粉了,她温柔端庄,脸上的小酒窝又增加了几分甜美。 李小冉不仅身材贼好,而且外形漂亮,特别是李小冉的皮肤超级好,她就像行走的发光体,皮肤白到可以反射光了。 现在李小冉生活美满幸福,特别是老公给买的几亿豪宅别墅,实在太让人羡慕了。 李小冉的老公叫徐嘉宁,属于高干家庭之子,上世纪90年代就到北京开始闯荡,是娱乐圈中的金牌制作人。 在李小冉主演的电视剧《来不及说我爱你》,就是徐嘉宁担任的制片人,两人因戏结缘,被人目击到在民政局办理结婚。 这可见李小冉是多么低调的女人呀,李小冉在老公帮助下,今年赤巨资8.3亿买下香港最贵的别墅,可谓是创造历史了。 买的是独立式洋房,内景装修之奢华大气从屏幕就可以感受到。 但透过李小冉晒出的自拍照,有人猜这就是新别墅的健身房,房子装修主题偏暖光,而且细节设置得很好,尤其是墙上的壁灯就像画龙点睛一般,给人一种复古奢华的感觉。 好啦,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下期再见,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关注和转发哦。 谢谢大家